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我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我想你 天变得参与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但虽然分开心还在一起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一直盯着别人看 你不也盯着别人看呢 你说什么 反正你多看几眼就不对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人家当你是情郎 你就顺水退州占别人便宜 绝对不行 人家是病人 一定要划清界限 他糊涂你可不能糊涂 我没有 漂亮的女孩 谁不想多看两眼 这你也吃醋 谁吃醋 谁吃醋 你小子看起来老师肚子里是一堆花花肠子 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怎么说我是你们老板 我要替你们负责 我是害怕你假戏真做犯错误 假戏真做又怎么 什么 你还真想怎么着了 我告诉你绝对不行 你知道吗 你放手 你放手 你以为这样我愿意啊 你不知道现在我有多尴尬 你说他万一跟我提出结婚 我怎么办呢我 是啊你说他怎么这么糊涂了他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不我们将错就错 怎么讲 反正现在我们说什么他也不相信 他就认定了我是他男朋友 我干脆跟他挑明了 说要跟他分手 就说我不喜欢他了 这时候他肯定特伤心 然后你再乘虚而入 连安慰带劝解 没准他又重新回你的怀抱了 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不过话得说清楚啊 我是让他离开你的怀抱 而不是回到我的怀抱 我是你们老板 要替你们负责 我是害怕他越走越远 越陷越深 明白吗 臭胖子 还不肯承认 好 一天不承认 一天的装傻冲冷 我气死你 没想甩掉我 没门 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呢 你呀就这样 你做出一副很绝情很绝情的样子 就对他说我不喜欢你了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有外遇了 就这么说 这么说行吗 当然行了 书上都这么说的 你呀一定要让他对你不抱一丝希望 这样他才能同意分手啊 就这么简单 那那他万一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他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你就这么说 你就对他说 你知道吗 强扭的瓜不甜 你留得住我的人 你也留不住我的心呢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了 你怎么了 你记住没有啊 我你说的太多了 我没记住 你笨死了你 我给你记住了 你一定要背熟啊 蛋蛋 有件事啊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我应该跟你说实话 你有什么事就说呗 反正我也不是外人 我 我觉得 我们俩在一块 不合适 为什么呀 我们分手好不好 分手 为什么呀 你不喜欢我了 对 你跟我没感情了 是 你有外遇了 你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你就放过我吧 要往我离开你 除非我死了 强扭的瓜不甜 你留得住我的人 留不住我的心 你就不要再做梦了 那我这儿再走算了 我 你是要干什么啊 他不要我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说我上吊服毒 还是割腕 不会吧 你想死啊 怎么不会啊 它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它不要我了 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我看我还上吊 上吊很难看 那我就服毒 服毒啊 服毒会肚子疼 特别的难受 那我就割腕 割腕不毒很多血 特别难看 你知道吗 那我可怎么死啊 我不想活了 我去我跟你说 你为了一个负心人自杀 不值得 活着多好啊 你可以游山玩水 看看风景 还可以深圳海背 吃着美食 是不是 你看你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前途还是光明的 你不要这么想不开嘛 是不是 可是都没有人喜欢我 是说没有人喜欢你啊 我就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可是都没有人告诉我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那你再说一遍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你们 你们是谁呀 我就有一个人喜欢我 谁呀 还用说吗 哎呀 人家成斌都说不喜欢你了吗 你干嘛这么固执 好了好了 我看我还得饿死了算了 我不要 我饿死了算了 我真是 多厉害 真的 这次啊 他动真格的 不吃不喝也不理人 再这么下去啊 会出人命的 不会这么严重吧 我看啊 咱们还得把这出戏 接着唱下去 那他要真的好不了 我还娶了他不成啊 这个不行啊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就都放心吧 我想单单 他肯定会好过来的 哎呀 咱们还是 虽然前段吃点东西 都已经一整天不吃饭了 哎 咱们呢 去买点好吃的 去吃点啦 好不好 哎 走 我 我算是惹火上身了 哎呀 赶紧走吧 哎呀 我不活了 我活了 我活了 第一次 短短的 哦 第二次 浓浓的 呀 每一次 都酥酥的 就是鲁铁宿鞋租家 新饼干 嗯 你发骚啊 嗯 维C牛奶火了开火 哎 好吃好吃 好爽 保重你的维C 呀呀呀 呀呀 心经病 渴了 喝阿牛 困了 也要喝阿牛 嗯 饿了 更要喝 阿牛 喝你个大头鬼呀 你不要再劝我了 哼 反正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人爱我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还饿死了 算了 嘿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知道 还有人喜欢我 爱我 怎么办怎么办 や 哎 你怎么办 啊 你怎么办 你干吗 只有什么呀 你怎么办 你来 我你可以了 你来 its 那 我 你搞瘦了 你让自己把我 我特别喜欢你 对对对 我们做照 是吧 我们做照 做照 早说不就没事了吗 我要吃东西了 灯灯 你多吃点啊 告诉你啊 演戏归演戏 你只要敢越雷池一步 你小心我的拳头 你听见没有 我招谁惹谁了 这么命苦 灯灯 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人家都说 放后百步走 能活九十九 你不想健康长寿吗 我们都让青木街 走了八圈了 这已经好几百步了 多走多活 我乐意 你累了 那我拉着你走 这么巧啊 小老板 你这么晚了 还在散步啊 是啊是啊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散步啊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月黑分高的 你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对对对对对对 不怕 有他陪我呢 没事的 小老板 您想跟我们一块散步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那我先回去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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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蛋蛋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咱们歇会儿 好吗 那好吧 那就坐下吧 好 哎哎哎哎哎 程银 程银 我这眼睛好像眼睛眼镜掉了 是吗 快快快 快帮我看了 好 好 看得见吗 这 啊 啊 看见没有 啊 好 这空不起来 哎呀 这空不点 你 看见没有啊 看见 哎 你 你小子 我跟你有人在现在 你在干什么啊 我我帮他那个 你少废话 我全都看见了 我我真的 我真的 你这个混角子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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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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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啊 好 啊 啊 哎呀 灯灯 来了 先歇会吧 离开也还早着呢 没事 我今天睡得特别多 一会儿要去进货 下午还得帮帮子洗衣服 可忙了 帮子呢 他就什么都不干 昨天晚上他睡了 现在还没起床 那他吃白食 这成什么样子了吗 你们也不能这么说的 昨天晚上酒吧生意好 他特别晚才睡 灯灯 这是我新给你买的隐形眼镜 看看合适不合适 不用了 戴这玩意太麻烦 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 灯灯 你不是喜欢淑女一点的吗 对对对呀 我是喜欢淑女一点的 谢谢娘承宁哥哥 我戴这个一定会很好看的 灯灯 你是不是想起来点什么吧 没有啊 我跟以前差不多呀 我叫灯灯 住在幸福街 在小邦酒吧打工 我最喜欢的就是承丁哥哥 我觉得灯灯 你对得太奇怪了 是啊 装模作样的办事宜 你说他为什么不承论呢 我也不太明白 不过 这可是这天大的喜事 还挺高兴的 是啊 终于脱离苦海了 有这么个小跟班 他真够我受的 现在 那就轻松点了 所以 可以跟我喜欢的人在一块 可是如果灯灯 他一直装下去 那我们怎么办 他如果一直都不承认 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看呢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来揭穿他 这个简单 只要你跟我假装亲热 灯灯不吃醋 不就能够证明了吗 同样的道理啊 如果我跟邦子假装很亲热 灯灯吃了醋 也能证明 假装吃醋呢 很容易 可是如果心中有了醋意 却要假装成没有醋意 那可就难了 好像很复杂 很简单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装吃醋呢 很容易 哪怕夸张一点都没关系 可是如果心中真的有了醋意 而要假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难度可就大了 灯灯 他肯定走不到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灯灯看到你跟肖邦亲热 他一定克制不了 一定会自落马脚吗 对啊 只要按我的方法去做 准刑 那 那你可小心点 你是怕灯灯打我啊 不 我是说你小心 肖邦 什么情况 我穿得这么熟 哎呦 小夕啊 哎呀 这边是什么日子呀 你穿得这么隆重 你不怕我酒吧的客人流口水呀 我看是你要流口水吧 哎呀 哎呀 没办法了 谁让我天生丽质 男子气呢 我就这么随便地打扮打扮 你就这么恭为人 哎呀 不是啦 我是怕我酒吧出事 你还记得你刚出现的时候 我酒吧差点被几个流氓 给掀个褶朝天吗 是啊 邦子为了你 还差把脚给扭了呢 哎 对啊 对啊 哎 单单 你说我都给忘了 你的记性可真好 嗨 我随便说说 打架嘛 不就是扭了脚扭了胳膊的 哎呦 这奇怪 邦子 你能不能帮人家一个忙吗 哎呀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嘛 就是的 咱们俩是谁跟谁嘛 邦子啊 这两天呢 实情节啊 她正好出差订货去了 家里啊 就剩下我一个人 结果我们家那个淋浴器又坏了 也没人帮我修 这几天呢 我都没洗成澡 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哎呀 你你早说嘛 我今天这句话 我帮你修 邦子 不着急去啊 你慢点去 我呢 帮你做好晚饭 你吃完饭再修 为什么 哎 哎 小齐 你说你这大晚上呢 你让他给你修了进去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乐意 帮忙 你不许去啊 这女人的老猫又犯了 这女人的老猫又犯了 是不得有什么阴谋呢 哎哎哎 人怎么这么奇怪 喂 喂 旦旦 你干什么 他明不着男勾引邦子 我勾引邦子关你什么事啊 我不许你这么做 人家孤男寡女自由恋爱很正常嘛 小齐喜欢邦子那是人家的自由 关你什么事啊 就是的 就是爱我事了 反正我不许他喜欢邦子 我喜欢邦子犯法吗 是啊 我呀 我就是要勾引邦子 我就是要让邦子离不开我 我就是要让邦子坠入情网 后啊 我们两个要结婚 要生孩子 我们俩要一起慢慢的变老 我不行 邦子是我的 我不许你多人多爱 哎 旦旦 旦旦旦 你终于肯说真话了 嗯 你说什么 旦旦 你这样也太自私了吧 就是的 大家都在为你担心 天天绞尽脑汁的想帮你恢复记忆 你还从这儿装傻冲浪 你有没有想过 想过我们的感受啊 就是的 你知不知道这一段时间 邦子他一直都在自责 邦子呢 他一直都在冒出你的男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今天有多大的压力啊 你对不起 我是恢复记忆了 可我也不是存心想骗你们 我是有苦衷的 邦子 不好意思啊 让你帮我那么长时间的假男朋友 还不能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 是啊 照这样下去 还有哪个女孩敢跟我呀 哎呀 好了 哎我看咱们现在先去酒吧告诉邦子 他肯定特别高兴 哎哎哎哎 小青 求求你们了 千万先别告诉他 我之所以这么长时间 没承认我恢复记忆 就是因为他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对我这么好过 我真的很幸福 如果他知道我恢复记忆了 肯定就对我不这么好了 怎么会呢傻丫头 邦子他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是啊 他对你可紧张了 就是的 我也知道 可是他就是不敢承认 郎子他人人就是这样吗 死要免子活受罪 他明明心里喜欢呢 可是却不准说出来 对 是 我一定要让他亲口告诉我 他喜欢我 哎哎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有什么计划 嗯 帮子帮子帮子 哎呀你快醒醒啊 出大事了 出事 怎么了 怎么了 灯灯烧火了 哎呀不是 刚才啊丹丹他把成名 带到他住处去了 我还有什么事了 丹丹丹成名是他男朋友 把他自己的男朋友 带到自己的房间去 有什么奇怪的吗 嗯 那可不一定 刚才啊丹丹他刚在我那 买了几套特性感的内衣 这万一成名 他要是 那受不了诱惑 你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一块 那出点什么事 那怎么办呢 真的 男友 哎我觉得呀 你还是得去看看保险 你说你是老板呢 你应该关心自己的员工了 对不对 你说他们那么年轻 哎还不懂事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 哎包子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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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好 好 好 已经感到很幸福 哦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哦 想你 天边的苍蝇 变得像你 有你 虽然孤狼也熬过去 但虽然很开心 还在一起